金輝瑞 其實你在退役之前 就是一個全職的足球運動員 以往你是怎樣展開你的足球運動的事業的呢 我小時候就踢香港隊的青年軍 之後就在甲組 之後就因為退役了 就會轉型去教學生去踢球 之後就打算做教練 其實很多運動員都會選擇做教練 希望教一些後輩 接下來都可以做到自己的接班人 甚至乎有一些退役運動員 轉了做教練之後 可能收的學生越來越多的時候 可能都會牽涉到管理上的問題 其實去到管理也是另一門的學問 好像前武術運動員 鄭家穎那樣 他現在其實都是教學生的 還有很多學生 而且也要關乎到 要多學一些關於管理上的問題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他的故事 好 前香港武術代表鄭家穎 退役之後繼續投身武術事業 由運動員轉型做教練 傳引他對武術的熱愛 希望更多人接觸到這項運動 做了全職教練兩年的家穎 有很多東西都要一手包拔 作為一個教練 你需要多看更多東西 不只是顧及在自己的訓練上 你還要看著一班小朋友 在課堂裡 除了他學不學到技術 我覺得安全是很重要的 還有又怎樣學會 跟小朋友的溝通 你怎樣去掌握他的 attention 令他對這個項目更有興趣 而能夠可以繼續去學習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挺不同的 以前可能做運動員 你很多時候是做好自己本分就足夠 但做教練 原來發覺你多看很多東西 甚至可能你安排場地、地方、交通 除了照顧學生 他還設計了適合香港人的教材 而自己就慢慢調節教育如何 要怎樣去迎合本土的文化 自己就要想方法 透過過往的經驗 你怎樣想方法去迎合適合本土的運動 當然有一個優勢 是因為我們都在香港長大 你會知道香港的一般教學制度 他們日常的生活是怎樣的時候 你會因為了解他們的方式 我們可以在編排課程的時候 會怎樣互相配合 令他們更加多時間 採取更加多機會去學習 很順利 嘉永覺得運動員想轉型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目標 和嘗試找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可能運動員有一個特別的特徵 就是可能越強越強 沒有辦法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走過去 我覺得精神很重要堅持要去想方法 不懂的就是去問別人去請教 甚至乎可能看多些書 或者有時候很有趣 可能在課堂的過程中 你會從小朋友的細節 你會領略到一些解決的方法 我會是這樣 同樣熱衷於推廣體育的李一強 Adam 說嘉永可以把運動員的專業知識 帶給大眾 他在港隊的經驗 也可以用來培訓年輕的本地運動員 把武術發揚光大 教練本身是一個很深的管理學 因為這個教練 他可以怎樣把自己的技術 一個獨特性 傳承到他的下一代 我相信當市場 他現在要建立了一定的口碑的時候 我相信他的財富 會遠遠超來他真正的金錢價值